大家好,我是青青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封煮考试196层的视频 好,开始了 看了攻略,都说要目盲到火煮才行 我试了几次,实在目盲不到 哎,真的是太难了 所以这次就决定这样打了 本来是想打断这个火煮的开盾的 后来想那薄薄的一层盾也没什么了不起 还不如就是打断角度比较实在 他这个盾很薄的 钻管的 就是这个网上的工业经常的骗人 我已经被骗过好多次了 但是还是很相信的 反复的尝试 但是如果你不做自己的调整的话 就真的很难 很难很难 好的 然后下个回合准备这个 名人 奥义他的小男 定不定身的 根本没有作用 因为只有他一个小成员 那个角度一动 就会替他解状态 当然定身了 你就少挨他一次普攻 我每次都失败 所以我就不重视了 我就决定顶着他的炮火打了 然后等他角度普攻了之后 我给他们上标记 就是封主刷新给他们上标记 其实我摁下的时候也后悔了 因为那个火煮会点燃我 真的是 真的是愚笨的被他打的 这五爱螺主要不被烧死就行 能活到下个回合就行 来 名人 再一个螺旋 手里剑 小男 这回你还能活得过去吗 活不过去了吧 伊路卡老师 打断 打断这个角度 好的 伊路卡老师一拳 打倒了角度 总体上说 这一关还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他允许你出现一些 比较意外的状况 你没有操作到 或者出现一些意外 还都能过 好 看一下天赋 奥义刷新 普攻领分身 追打木盲 风盾强化和色优术 冲灵追打巨蛇 冲灵奥义人犬大军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相信 meat 我相信你 就是人蜜 身不正确 保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